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SOCFARE SERVING這節目 早前我研究一下相機的功能 突然建立一個手持夜拍的功能 其實這些功能是一些入門級相機 或一些傻瓜機 都會有的 這功能挺特別的 我們可以用手拿著相機 按著開門便會連續拍幾張 然後幾張合成之下就可以令到一個比較清晰和雜訊比較少的效果 然後我想想這個做法 其實我們原來可以用Photoshop做得到 所以我今集就示範一下大家怎樣可以用手持拍攝相機 拍到一張比較理想的夜景效果 特別是有時候我們拍照 遇到夜景或旅行未必帶著腳架 如果有腳架的話 我們用腳架 用慢範圍拍攝 就拍攝一張很漂亮的夜景 但我們沒有 通常我們只可以把ISO提高 但ISO提高有不好處 令到照片的雜訊增加 首先我看看示範 像這張照片一樣 基本上是用高ISO拍攝的 你看到整個背景都很光亮 我拍攝的時候 也會刻意把曝光度加強一點點 所以你看到整個畫面比較光亮 現在我們在螢光幕看到 而且可能鑽在影片的關係 我覺得這張照片也不太差 也可能不太多 但當我把照片放大一比一的時候 你會很清晰 看到那張照片就很厲害了 現在我放大這張照片 看到中間黑色部分的雜訊很多 而這張照片也有很多雜訊 這就是我們用高ISO拍攝的原因 如果要用我今天所教的這種方法的話 我們可以拍攝一個比較理想的效果 當然你不可能跟一張我們用腳架拍攝夜景的比較 但肯定比剛才那張照片會少 我們在一個不太理想的地方 我們沒有腳架 我們也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當然我們要加上Photoshop一些後期製作 這個製作我們是完全不困難的 我們很容易去做到的 在這裏我們也要拍攝這張夜景的方法 首先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用一個比較ISO低的 我用了100ISO 而快門用了30分之1的快門 這張光圈已經開到最大了 但因為在夜晚黑的關係 你會發現這張照片也是偏暗的 如果我們用軟件Photoshop推廣的話 雜訊仍然會增加 但如果用我教你這個方法 我們便會把雜訊減少 首先要記住 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用低ISO 100或200ISO 在這張照片來說 現在拍攝出來雜訊是暗的 但雜訊是少的 光圈盡量開到最大 而快門 看來自個人 如果你的手比較定 我們可以用慢一點的快門 但比較理想 如果是一個闊的景 我們用30分之1的快門 其實很足夠 這樣出來的效果 我們手比較定 或者我們盡量去 有些地方可以 放著自己的身體 來拍攝的時候 盡量去穩定相機 我們拍攝了這張照片 除了我們不是拍攝一張 我們再把相機 交到我們的連環快拍 我們對著這個景物 盡量在我們手定 我們拍攝幾張 究竟幾張 我建議大家 起碼超過八張 雖然我們未必可以用到八張 但我們有時候 可能會中間有一兩張 因為我們手震的關係 令到它不漂亮 多幾張的話 我們會選幾張 最理想的 用來製作後期效果 其實一般 我們四至五張是足夠的 但我建議大家 拍多幾張 大約八張至十張 我們會比較理想的 我們拍攝完之後 我們就用Photosoc 如何加工 首先我們打開Photosoc 我把剛才的幾張照片 全部輸入裡面 如何打開照片 在檔案裡 我們有一個指令碼 在下面一部分 有一個叫做 將檔案再入堆疊 我打開它 變成一個視窗 我們簡選檔案 我們瀏覽 我預備了六張 把六張照片傳轉 確定 在這裡我們再選擇 剪了這部分 意思是把照片 因為我們每拍一張 我們的手一定會有輕微的震盪 令到每張照片 如果我們把照片 正常重跌下去 這照片應該會變成蒙 因為我們的手是不會太硬 除非我們用腳架 當然 如果我們用腳架 我們也不需要用這個技巧 我們用手持 每張照片 其實不多不少 有少許左右偏差 所以我們選了這部分 Photoshop 會自動幫我們 矯正每張照片的位置 我們按確定 在這裡我們想要等的時間比較長 我完成了六張照片之後 你會發現效果沒有變 仍然好像我剛才的一張照片 都是比較暗的 很簡單 我們選擇最高的圖層 和尾二的圖層 我們按照Ship 我們選擇這五個圖層 然後我們打開這部位 對呀 我們本來是正常的 我們選擇 善性加量 立刻你看到這張照片 已經變成光亮了很多 如果你發覺現在我用六張照片去重設 你會發現好像光亮了一些 我們可以減少幾張 我們逐張去試一下效果 我們減少一張 看看是否滿意 如果仍然覺得光亮 我們可以再減少一張 如果這個光線 我覺得不錯 你會比較滿意 我們可以用這張 如果發覺暗 可以再加一張 看看我們需要的光亮 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放大這張照片 看看效果 現在可以放大這張照片 現在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我已經放大一比一了 很明顯 你看到線條是很漂亮的 而背景的響力 不是很多 比我剛才的那張相差很遠 如果你不記得 我重看之前的那張 這張是我之前用高 ISO拍攝的那張 中間的雜訊很誇張 現在我用Photoshop做這張 雜訊就平滑很多 漂亮很多 而且線條也是很清晰的 不留意 因為我們用這張拍攝方法 我會用幾張照片重疊 某些地方 好像車的位置 因為幾張照片 下面的汽車正在移動 你會看到有些光點出現了 然後 可能有些朋友會問我 我要拍很多張 但如果我只用拍攝一張 一張照片 我把它複製幾次 把它重疊在一起 其實行不行 我跟大家說 這樣是不行的 這個原理 有些好像我們人類的DNA 如果我們只是不停複製DNA 其實不是原理的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 我們下一代都會用不同的DNA 這張照片 可以結合出來 會產生一個比較進化的效果 我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首先 我把一些點放大200倍 我代表了一些雜訊 雖然正常之下 我們沒有那麼誇張 雜訊的雙差顏色 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去做一個比較 現在我們有三個圖層 我關上第一個圖層 第二個 你看到這三張圖層 顏色的位置都不同 第二個 第三個 就是因為我們 有時候用手持去拍攝 雖然環境是一樣的 輕微的動動 那些相片 入到來 儲存在我們的晶片 裡面 入到我們的電腦 數據裡面 其實每張照片 不會完全 100%一樣 裡面一定會有些差異 因為這差異 我們重疊下 其實本來有一些雜訊 我們盡量減輕了 我們看看效果 三張裡面的雜訊位置是不同的 我們打開這部分 如果我們用一個 善性加量 你立刻看到 雜訊本來是多的 但現在變得平滑 雖然你看到 顏色好像淺了 因為我剛才看到 我這幾個顏色 是誇張了她的深淺 所以你出來的效果 就不是那麼理想的 起碼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這樣做的話 雜訊是會增加 但不會增加太多 因為在這方面 我們有互相補貼 令雜訊不會增加太多 我試試 如果我把同一個雜訊 複製幾次之後 會怎樣 我先把這兩個圖層 關掉 只留下這一個圖層 我把它複製幾個 Ctrl J Ctrl J 我不多了 複製兩個 算數了 我把上面這兩個圖層 選取了 接著我用同一個方法 我用線性加量 很明顯 現在你發覺 雜訊更加強了 白色的地方更白 而剛才灰色的地方 都比較白了 整個相片的差異 就多了 相等於我們雜訊 也增加了 所以我代表 我們不能這樣做 我們不能拍一張照 複製幾次 而做出我剛才的效果 如果剛才的效果 我們盡量用低ISO 用大光圈 我們能夠手持 一個正常速度的範圍 我們用連環片拍攝 拍攝八張左右的相片 然後我們再選擇 大約四至六張 做一個合成功夫 之後我們再慢慢調校 究竟我們有幾張照片 才是合適的光線 這就是我們 怎樣用手持 拍攝夜景 最理想的方法 今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